金門輪陷 駭客入侵 香港間諜滲透台灣 網紅宣傳兩岸和平協議 這一些與台海戰爭有關的巨碼 近年來頻頻出現在台灣各大言論空間 對台灣人來講其實並不陌生 但是當這些關鍵字 被製作成一套影集《零日攻擊》 並計劃於明年播放 未來會在台灣或海外造成什麼效應呢? 如果不希望戰爭 我們為什麼要去觸碰這個敏感的神經呢? 自己台灣人一定要有這個支持 才不然以後真的什麼都沒有啦 新傳也沒用 以後世界第一強是中國 你就是任主歸宗就是最好的機會 九二共識維持現狀是最好的 台灣出品的戰爭片 早年多以國共內戰或對日抗戰為題材 影片帶有濃厚的愛國主義或宣傳色彩 場景也多半設定在中國大陸 此後以幽默視角呈現台灣人服兵役的軍教片 亦深受觀眾喜愛 近年來隨著台海關係越來越緊繃 有關兩岸戰爭的話題 從台灣本土延燒到海外 這套設定時級的臨日攻擊是台灣首部以台海戰爭為題材的電視影集 影集背景設定在台灣總統大選後政黨輪替 看守政府準備交接給新總統時 中共解放軍突然以軍機在南海失聯為由 開始封鎖台灣 並宣布七天內展開進攻 人家願發反潛機越過南海 情境台灣東南海域 在雷達螢幕上突然消失 中國以搜救為名封鎖了台灣海域 影集先導預告片在發布幾天內 點閱次數就破百萬 而挑戰台海戰爭的競技話題 也在台灣引發議論 不太希望就是說 一直會有這些戰爭的思想 或者是影片或者是書籍在推出 畢竟我覺得維持現狀的和平是比較重要的 民進黨應該也不想要發生戰爭 但是因為畢竟一個 他們跟國民黨不一樣 他們想要做出一些區別 所以說他們會做一些思想的 就是一些改造 就說我們可能會發生戰爭 所以大家還是要小心一點 現在談論戰爭那個 我覺得不重要 因為就是不要設想一定會發生戰爭 我覺得就不要覺得一定會發生 但是也沒有說就是不可能發生 但是我覺得不用那麼的積極討論吧 應該是要彈出來比較好 對 讓大家都有警惕啊 本來就是那個政府應該要讓百姓知道這些問題 會發生的這些問題 我覺得是應該的 有網民表示歡迎稱 終於有一部台灣自己的台海戰爭影集 但也有人批評這部影集是販賣台灣即將淪陷的亡國感 而影片因為有台灣政府出資 某種程度上是為政府背書 更有人指出當下兩岸關係不睦 不要再刺激對方 甚至給國際社會認為台灣是兵凶戰危之地 但電影製片方強調 當代台灣歷史一直經歷著戰爭 台灣不僅接納了戰敗者來台定居 同時也願意做和平的推動者 這套影集無意參與政黨鬥爭 製片間總編劇的鄭星妹表示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是她想要拍這部片的主因 心裡的那種急迫感就會很深 你就會覺得很怕說像這樣子的敏感的題材 如果再不談的話 會不會以後我們再也沒有機會談了 就是說我們以為戰爭還沒有發生 可是其實戰爭早就已經發生了 在我們的四周 就是現在的戰爭是用資訊的滲透跟控制 還有間諜戰的方式 我們其實不是一個愛國電影 我們也不是軍事電影 那我們希望的還是放在人性跟人性上面的探討 片方希望影集可以扣關海外串流平台 但這是否代表民間與政府 都期待台灣議題能在海外被討論 甚至能與北京在全球影視領域打一場文化認知戰呢 每個國家不管是民主國家還是極權國家 聰明的國家都會想辦法去跟國際社會去傳達 你該認識什麼樣的我 所以我覺得大家其實都在做宣傳 那我們當然講對岸叫大外宣 但是我們自己其實也常常在做國際宣傳的事情 那我覺得台灣在做這些事情有可能在做外宣 但是有可能其實在跟自己的人民在做某種程度的交對話 對於影集上映後可能產生的效果 陳教授認為相較網路上的假新聞 影視產品更能滲透一般人的生活 且會有一個發酵的過程 也許會大家更容易去凝聚彼此的想法 但也可能更加的分裂 我個人感覺這是一個正面的做法 不管它是政府出資還是民間投資 這時候的戰爭片對老百姓來講 這是一個我們吸收資訊 然後了解什麼是戰爭的一個好的管道 過往台灣戰爭片強調愛國團結以抵禦外敵 這一套影集則強調邀請不同政治認同 及立場的觀影者參與辯論 結果會如偏方所願讓台灣人更關注戰爭議題 還是會造成更大的立場分裂呢 我們或可在明年影集上映後找到答案